穿著白衣 從容走進派出所報導 他是國寶集團總裁朱國榮 九月七號現身後就隨機身影 涉嫌炒股案 棄保五億元前逃 現在更傳出他早已搭遊艇 逃到菲律賓 你想這些人我們都見過啊 朱先生啦 來過好幾次 來過好幾次 他們經常會在開爬咧 不是啦 沒給人 就偷跑 中午就偷跑 所以想偷跑 實際來到基隆八斗子漁港 不少漁民都曾在上個月 多次募集朱國榮 現身在像這樣的豪華遊艇上 附近民眾更透露 七十歲的朱國榮 八月十更曾與三十歲的新女友 在遊艇上高調舉辦兒子的滿月酒 當時他找來三五好友出席 但這滿月酒如今被懷疑 根本就是告別宴 頻繁出現在基隆八斗子漁港開趴 看似單純與好友歡聚 實際上卻是計畫 偷渡出境 朱國榮逃亡前 刻意來到八斗子漁港 頻頻製造常在遊艇上 開派對的印象 藉此鬆懈還尋屬戒心 知情人士還指出 朱國榮登上的逃亡豪華遊艇 就是極限超跑達人 周哲南投資近臺幣一億元買下的 周哲南在超跑圈內小有名氣 經營極速超跑集團 也曾與藝人姚元昊搭檔賽車 巧合的是朱國榮逃亡隔天 周哲南就出任國寶集團旗下 松岡公司董事長 甚至在朱國榮現身遊艇趴時 他都有相賠 外界就懷疑他早就知情 整起逃亡計畫 實際來到周哲南的公司 卻不見人影 到底周哲南是否協助逃亡 船長船東家 恐怕也會被列為駐逃共犯 現在檢警不排除約談相關人 要徹底釐清究竟是誰在背後 幫助朱國榮潛逃 近視頻的周哲會 阿公雅麥彩環報導 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手掌握手 絕對 OS 感谢观看